世界脈動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靠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我們有新的消息新的video 您都有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好我們今天的video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2020年真的是一個不容易的一年 這邊剛好我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 12月的時候在台灣做了一個 巡迴的GTI的說明會 我今天想把這個說明會的簡報 簡單的再跟大家做一個overview 一個報告 還有中間我們有非常多的觀眾朋友參與的人 有一些特別的一些問題 我在這邊也可以把它統整一下 跟大家做一個解答 好那當然了 為什麼我們要去推這個東西 我相信應該也是全球第一個我在做這個 直接實體面對面的GTI的介紹 最主要是因為2020年和2021年的澳洲財報出來以後 在澳洲簽證和移民的category分別類別裡面有做一些調整 當然技術移民還是最大中 但他把獨立技術移民基本上是腰斬了一大半 然後放一些在這個偏遠地區 那再加上這個後疫情的經濟衝擊 澳洲移民局除了把投資移民的配額增加一倍以上 同樣的在GTI的配額也增加了一倍 所以總共的配額在一萬五 那當然如果您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他當然不是一個簡單就可以申請簽證 但是這是澳洲政府希望能夠需求找到的一些高科技人才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GTI是怎麼的來龍去脈 OK 好 這邊我在我的這個說明會有做一些背景介紹 所以這檔簽證 最早以前在2017年基本上是一個GTES 就是我們這邊看到的Global Talent Employment Visa 他當然那時候是希望能夠吸引到很多這些高科技產 去澳洲設廠 但是這個供應鏈的問題 如果您在亞洲或在美洲的話 您知道供應鏈不可能設到南半球去 因為你從不管是從東南亞 中國或台灣再輸到澳洲再返到美國 哇這個太遙遠了沒有辦法這麼做 所以當時這個GTES 我相信有人申請但是非常之少 所以是一個不是非常成功的一個簽證的一個設計 再加上他過去你也不是直接拿到PR 你還要工作三年 那你如果有這麼豐厚能力的這個GTI的人的話 你又不能直接拿到PR的話 然後工作還要過去 那為什麼不留在自己原本的工作的這個原屬國呢 你薪水還是非常高啊 你現在要叫我把全家移過去 然後又沒有直接拿到PR 那很多孩子等等這些安排 非常非常複雜嘛 然後就所以這個申請就變不容易 然後公司要求Pay-Pay-Pay又非常的繁瑣 然後薪資又要這麼高 一樣如果薪資原本就這麼高的話 為什麼要移到澳洲去呢 那我在其他地方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比較優弱一點啊 那所以呢 澳洲政府在2019年的11月初 就是大概一年前的時間 設計出了這個 重新設計出了這個GTI的 Channel 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那當然設計出來以後呢 他們原本的計劃 是希望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原本的計劃是想要啟動這個部分 然後把這個GTI officer派到歐美亞洲 可能在亞洲記得是在上海東京 還有新加坡 然後美國當然就是紐約和這個San Francisco 系國的地方 然後在歐洲就柏林囉 OK那當然這些 officer呢 沒想到計劃 趕不上變化突然來了這個疫情 大家都非常有感啊 那所以這些 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Officer 從來就沒有被派到進駐到任何 他們原本計劃的澳洲的領事館去 然後他們原本是想要透過這些 officers 親自在當地找尋這些人啊 那當然啦 這沒有派出完了以後呢 2020年所有的GTI的Quarter 基本上都用於所有在澳洲畢業的 這個Master by Research的學生 還有這個PhD博士畢業的學生 在這些科技領域裡面 那未來我相信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趨勢 那這個趨勢呢 應該會延 應該會維持至少三到五年的時間 我覺得至少五年啦 三年因為太短了 那當然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GTI好處 它好處就是第一呢 它沒有移民間 它直接取得PR 所以對於很多的工程師 或者是一些 我這邊等下還會再講一下 高級主管 在科技業的高級主管 OK 它不一定要工程師 不一定要PhD 不一定要Master 它只要是高級主管 已經做 因為高級主管肯定是做很多年了 OK 它也可以申請 OK 它沒有年齡限制 沒有語言要求 OK 然後配偶和孩童 可以馬上取得PR 到澳洲去進駐 然後有這些福利可以上學等等的 那原本的這些高級主管或工程師 都還可以繼續留在原本的港幣 繼續工作 它就是先給你這一個好處 OK 然後你可能未來還會過來 你肯定會過來澳洲嘛 那到澳洲會有 對澳洲會有這個benefit OK 那申請人必須在證明它在這幾個產業的科技業 農業 化工化學 能源 太空 精密工業 精密工業 比如像台積電那種的生產這些半導體的 金融 金融科技 生醫 就是生物科技 醫學等等 還有網路及相關科技 人才 那就是像Cyber Security 網路安全等等這樣子的人 那他的薪資呢 必須要證明有這三個地方 第一呢 你要嘛就是你薪資超過 同等於澳幣年薪153,600 或者是你有這樣子的offer 你用這個offer你可以證明 或者是你近三年內有博士或研究所 碩士Master by Research畢業 都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非常非常吸引 我覺得在亞洲部分 尤其在台灣的部分 這麼多的科學人區 裡面必定有非常多這樣子的人 和工程師可以適合這樣子的政策 那對於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不需要馬上離開你的工作崗位 然後你又可以拿到身份 讓你的家的孩子可以先登入澳洲 擁有那邊 享受那邊的福利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這個Elegibility 那當然這個網頁呢 基本上你在移民局的 在Google上面打 homeaffaires.gov.au 然後SpaceGTI就可以找到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其實我們都已經講解過 所以在農業科技 Space 太空啊 還有精密工業啊 Fintech Energy 能源 Mining 礦業的科技 好 那這個生衣 Cyber Security 這個我們剛剛都提過了 我想要這邊跟大家做分享更多的 Overview 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說 他 你一定要這個 International Recogniz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所以是一個 國際性的 你不一定要是第一名 但是也是國際認可的 一個你的Achievement 那這個可以透過 比如說你的專利申請啊 Publications啊 或者是你的公司 領頭裡面做一些 特別的一些研發等等的 那你 Still be prominent in the field of expertise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不能說 我可能10年前有做過 專利 但我現在完全沒有在碰 我已經沒辦法碰這個領域10年 這樣就不行 那基本上不會啦 如果是原本就一直工作 然後你可以秀你的 Income 的話 應該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Provide Evidence of Assets to be an asset of Australia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達到 以上的一些科技人才的話 你一定會變成澳洲的 Asset 就是澳洲的人力的資產 這是澳洲最主要需要的 那當然同時你如果能這樣的話 你也不可能在澳洲 會有失業的問題 同時呢 他們希望能夠再更 確認一次就是你要找到一個 跟澳洲公司或澳洲人 幫你做個提名 那這個人或這個公司 必須要跟你的產業是相關聯的 換句話說你不能找一個生物科技的公司 然後你本身是在金融科技 然後他幫你提名 這樣是不行的 OK 你必須要找一個跟你有相關聯的 那這些candidate呢 申請人啊 Must be high Stand and show exceptional track record OK 所以呢 基本上他意思 我簡單解讀應該 通常這樣申請人應該年齡都在35歲以上 OK 那不是說35歲以下不行 只說35歲以下 通常你的薪資不一定會到那麼高低一點 除非你是天才 那沒問題 OK 那35歲以上 當然你有很多track record 因為做非常多年 至少都10年以上的 那你這些就沒有問題 那他這邊講說 this may include 所以你的職位有可能是 senior roles patents professional award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nd membership 所以我這邊 大家很簡單 你能證明這些 國際認可的這些 Award的話 有幾種方式 就是你有專利 你有特別得獎 或者是你有 這個publication 像你像PhD 博士生的話 你通常都會有一些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但有些人 因為在公司裡面 你不一定會希望能夠publish 東西 因為你會讓人家知道你的商業機密 所以你會有patent OK 這邊我要特別講的部分 就是senior roles 什麼叫senior roles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不一定是要工程師 你可能是在你的這個RD領域裡面 是一個supervisor 是一個manager 然後你的薪資非常非常高 那你通常能達到這個標準的話 你一定是這個 在你的職位崗位裡面 你工作非常久 非常有經驗的 換句話說 這一位人呢 或女士 這位男士或女士呢 不一定 不一定要是有這個學歷是博士 或是碩士 他有可能只有學士畢業 但是他從一開始出來以後 可能就很快速的進入到這個產業 然後有二三十年的經驗 在這些科技業裡面有非常多的經驗 然後達到他現在是一個senior role senior role也不一定是manager 只要你在這個senior role 你可以證明說你有這些outstanding award的話 也可以往這方向走 也可以往這方向走 那同時間呢 所以你不一定要有這些學歷 有些人在這些產業裡面已經非常久 然後他已經變成一個 裡面的一個主管 或是一個senior role 反正你不是新來的就對了 然後你的薪資還不錯的 也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OK 所以我相信這個應該open up 很多的possibility OK 不一定是要學生 不一定是要這些科研人員 place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master and phd student demonstrate exceptional talent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cross target sector 所以很多人會問說 那我讀master by course可以嗎 基本上是不行 因為你master by course 你不可能會有exceptional talent 和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你一定是master by research 你才有publicate 你才有我剛剛上面這個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K master by course 基本上一般來說不會有 那最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income的部分 income部分 當然就是要四五萬三千六百澳元的年薪 或者是有這樣的offer 或者是你是最近recent phd master graduate 就是三年內的 OK 所以你如果是 你的phd是 五年前拿到的 或是六年前拿到的 那這樣子就是不行了 OK 所以我們回來 我們這邊有一些問題 我跟大家講解一下 第一個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你不一定是要在 這七項的科技領 這幾項的科技領域的 博士或者是 RD的科研出來的人 你有可能是一個管理層面的人 然後一路一直在管理 比如說你一路一直都在管理 這個太陽能發電的這個研發的這個組織 然後已經已經管理了十幾二十年 你的薪資蠻高的 因為你的經驗非常好 你對這個管理都非常好 你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然後你要有一些international achievements 比如說你的這個團隊 你的管理的團隊 取得了特別的什麼 等等的一些pattern或什麼 通常啦 通常你如果是在這樣團隊裡面 你的RD的團隊研發出東西來的時候 要申請專頁的時候 一般來說你的名字也會在裡面 所以這樣子的人也是沒有問題的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二就是說 很多人會問有些稅務的問題 那當然這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繼續在原屬國 做你原本的工作 那你只要不要達到澳洲的稅務 居民的這個criteria就是你要在那邊 一年居住滿183天 那如果只要沒有滿183天的話 你原本在原屬國賺的錢 就不會被澳洲瞌睡 那至於你的孩子和家 和妻子或是家人 先到那邊讀書或settle的話 是跟你是separate的 OK 所以他們也不會被tax到 那當然他們沒有income啦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被常問的一個問題 那這樣子來說 最為什麼我要推廣這個簽證類別 就是說它至少能讓你有這樣子的機會 那我馬上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然後拿到澳洲的身份 然後又可以擁有澳洲的這個 這個永久居民的這個優渥的好處和福利 當然你如果這邊的工作到一個程度 那邊有其他offer 你隨時過去 that's not a problem as well OK 所以呢 這是我這一段時間 上前面兩三週 在這個台灣巡迴做這個GTI的這個分享會 說明會的時候 有常常被問到的一些問題 我相信能夠幫非常多的人解決掉很多困擾 而且其實把它全部講解完 我發現其實身邊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possibility的人呢 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尤其是有些人在產業裡面工作 然後原本從大學裡面 而且這大學的博士不一定是澳洲的博士 它可以是台灣的可以是香港的 OK 那你在畢業以後 然後你也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只是你差的是有可能是一個 Australian nominee 的一個提名人而已 OK 好 那歡迎大家如果任何問題再留言給我 希望這一個 GTI的這個overview 這個video 可以幫助到您 也希望2021年 一切都順利 謝謝觀賞 拜拜